閃電王 打野 卡薩 大家好 我是閃電王 打野 卡薩 我覺得這次比賽讓我有一種很新奇的感覺 因為是賽區打賽區嘛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 我們四支隊伍能這麼團結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嘛 就是四支隊伍都團結在一起 然後我們二二的這樣互相切磋 互相團聯然後一起找出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種賽制很有趣 就是因為那時候剛從季中賽回來嘛 然後其實我們休息 就是我們沒有放很久的假 然後就繼續開始我們MLS的夏季賽 所以我覺得那一段時間休息 對我自己能夠重新站起來有很大的幫助 有一點點小失望吧 因為其實我們昨天那一場前期是有一點小優勢的 我覺得我們如果繼續把握這個優勢 就是我們自己不送掉的話 我們覺得那把很有機會 因為那時候我是第一次參加世界賽嘛 然後我自己也不懂什麼call 就是操作好只會打架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我們團戰都很順利 然後他們才這樣稱呼我們 就是一些打野的META吧 就是我偶爾都會請教他一些什麼 就這版本什麼最強啊 然後什麼counter什麼啊 然後什麼天賦帶什麼好啊 因為他算是我的老前輩啊 所以我應該也沒什麼建議可以給他 我比較想要跟他問一些問題 因為他們兩個是世界第一隊伍的打野嘛 然後他們兩個的表現都一直很頂尖 然後我每次都是看他們比賽 學習很多東西 就是會讓我有一種想要繼續下去的感覺吧 就是像我們打比賽 然後現場觀眾幫我換呼 幫我加油 就會覺得這場比賽很開心 我要說什麼 就是說 謝謝 謝謝 謝謝